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狩猎季节 猎人们整装待发 准备在今年的狩猎季节中展露锋芒 这里是阿拉斯加南部的狩猎场 所有的猎物都被名码标价 猎杀一头狮子的费用大约在一万美金 例如大象、野牛、豹子、羚羊等每一种动物 需要交纳的费用也不计相同 这群猎人刚刚进入狩猎场 一头熊狮就进入视野 熊狮卧在草丛里 双目兄狠狠地盯着这群人类 殊不知危险即将降临 看见狮子的罗伯特 显得十分兴奋 此时罗伯特早已使他为囊中之物 寻找到最佳射击位置后 随着一声枪响 熊狮没有任何挣扎瞬间就倒下了 不得不说罗伯特的枪法 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身为百兽之王的熊狮 到死也没明白 竟被一颗小小的花生米瞬间秒杀 打扫完战场后 这群猎人继续前行 路途中又发现了很多野生动物 他们似乎并不满足这群猎人的胃口 随后继续寻找大型猎物 这群猎人跟随着动物的脚印 意外发现一头母狮正站在树梢上 体重大概400斤左右 浑身的肌肉非常结实 此时的母狮眼神猙獰望着这群无耻的人类 口中发出阵阵嘶吼声 似乎宣誓着这是他的领地 这霸气的气势让人不寒而栗 年轻的彼特哪见过这阵仗 心里无比的恐惧 手一直颤抖着 一旁的导游寻寻善诱地劝说着 彼特终于开枪了 碰碰 随着两声枪响 这头母狮最终没有逃脱猎人的魔爪 不甘地倒下来 此时的彼特心里十分紧张 生怕这头母狮发动反击 等待几分钟后 确定没了危险 彼特这才长出一口气 望着死去的母狮 此时彼特的内心也发生了改变 一个嗜血的猎手也即将诞生了 回到营地后 这群猎人贪婪地享受着 美食的诱惑与精神的满足 稍作休息后 猎人们继续寻找猎物 很快又发现一头幼狮正趴在草丛中 人狠话不多的史蒂夫 上去就是一枪 幼狮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就一命呜呼了 猎人们夸夸其谈地称赞着 彼此的枪法和今天的运气 打扫完战场之后 跟随经验丰富的向导 继续前行 没过多久 就发现了非洲野牛和羚羊的足迹 奇怪的是 他们似乎并不惧怕人类 这不得不让人赞叹 这里丰富的生态资源 这次史蒂文狩猎的目标是 旋角大羚羊 此时的羚羊似乎感觉到了危险 在自己认为的安全距离内 盯着一行人谨慎的借位 史蒂文也正观察着大羚羊的一举一动 眼看时机成熟后 史蒂文准备秀一波操作 上演一场白米穿羊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 羚羊当场避命 这么远的距离 竟一枪命中要害 这枪法简直神烂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赞同这样的合法狩猎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发表看法 可以点赞收藏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各位领导千万不要轻易模仿 如果你也喜欢此类视频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